開始介紹Charlotte之前,想做一個實驗 看看他們試完,喜歡哪一款吧 我們最喜歡第一款,因為它的酸度很足夠 而且它的滋味都很特徵,又很清新 我最喜歡第三款,因為聞起來真的很香 然後喝起來有稠帶果味,又有菠蘿味,很棒 我最喜歡第二款,因為這款喝起來比較厚 喝起來就覺得比較酸和配合一些滋味的食物 雖然他們的味道喝起來不一樣 但其實他們都是用Cherdonnais來釀造的 喝起來都很不同 真的嗎 Cherdonnais其實是一種白啤子,它會有很多變 其實它在不同的產區、氣候、溫度和釀酒師 都會釀出不同的味道,會有很多變化 其實Cherdonnais在冷的地方,種植出來 會比較多些果香和多些芝士的味道 例如青蘋果,有些檸檬,有些花香和大些滋味 最具代表性,例如看看Yachtra Biggen 它會在法國的Burini Bubble種植 會有很重的滋味和很清爽的喝下去 熱一點的地方,它會出產多一點熱帶水光的味道 例如芒果、菠蘿、大樹菠蘿 而且它多數都會有少許新的木桶 會帶少許清幽的桶香和奶油的香味 例如美國NAPA的Cherdonnais就是其中的代表 羊手絲在Yachtra裡面會影響不同風格 例如它可以去早摘或遲摘一些Cherdonnais 令它的酸度或走體會有改變 又或者例如它會選擇入不入桶 當你入桶的時候會厚一點 多些奶油和堅果的香味 如果不入,可能它會想去特別強調一些花香和礦物的香味 有呀,有呀,新手有一瓶很適合 在這邊呢 可以喝一下這瓶我們Explorer Pack裡面的 智利Monti Sava的Cherdonnais Monti Sava很多人會認識,很多人喜歡 試一瓶酒吧 先看看它,有一點淡金黃色 很漂亮,很亮麗 我們聞一聞它 它首先帶給你很多白花香味 有少許果香,熱帶水果的味道 有些菠蘿的感覺 到最後你會聞到少許鹹鹹的海風 它最特別是因為它在智利裡面 它在海岸線附近 所以它會有少許海風的感覺 我們再試一瓶酒吧 喝下去的酸度很足夠 很新鮮 因為它入了木桶之後 它會順滑了 而且會帶多一點奶油香 所以喝下去會再柔和一點 再滑一點 食品方面 食品方面 視乎它的風格 冷一點的食品 會帶少許多濃度 我會建議坑蠔 或者一些海鮮的拼盤 或者一些熱帶的地方 或者有一個桶的食品 會用一些奶油香 煎過的鱸魚 或者是河南蛙都可以 至於這支Monti Sava 因為它有入桶 又會帶少許礦物味 非常之特別 建議它會配焗菇菌類 會提升菇菌的味道 我們下次會繼續介紹其他的葡萄 我們會繼續再喝過 再講過 多謝 乾杯